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专辑的部分了 因为这专辑有融合了一些角色元素嘛 那很好奇就是 因为嘉文一直都是古典 就是这样一路念下来对不对 那是怎么一个机缘让你想要开始做这张专辑的 其实做专辑的一开始 并不是我自己的发想 就是有时候会幻想说我要录专辑 对可是那个机缘一直都好像没到对不对 可是觉得说到时候再说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想法 但是突然就是有一次的机会 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一个 韩国的长低头的品牌叫做宋 宋先生的这个长低头 那因为 我也是用宋先生的 耶 但是宋先生的爱好值 很赞 总之就是因为我在去年 有在国家演奏厅演出一场自己的读咒会 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家演奏厅 嗯 然后非常的看重 那在刚好在那一阵子呢 我就是有接触到宋先生的低头 然后试过之后就觉得说 好像他可以在我音色上面给我更多的 可能性 可能性跟个突破 对 就是 对 对 对就是那种感觉 那我就觉得说 然后是 然后到最后我也是真的把他带到了国家演奏厅 完成了我的读咒会 那我真的觉得说 他让我整个人的表现力有 就是有突破我的想象 那我真的很开心 嗯 然后刚好就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宋先生 制造商本人 他就是也有接触到我这个 这场演出的录影 对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你这个音色出来的表现力 就是会让我觉得 我这个乐器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音色 对 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 然后他就有建议说 诶 要不要有一个机会把这个声音留下来 哦 所以就让你有这个想法 对 就会觉得说 好像 那好像真的可以来认真的规划一下说 我们可以用比较高规格的录音跟制作 去把这个我也很喜欢的声音 变成是一个作品的感觉 嗯 那怎么会是荣耗的角色元素呢 我觉得 对很多古典的人来说是个挑战 对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问号说 欧嘉文怎么突然在吹爵士 对 对因为我之前完全就是爵士乐对我来说就是 我会听啦 但是我会比较把它当贝音乐 就是我也听不太懂 不好意思 就是我喜欢听他的那个感觉 对 但是我有点不得其门而入 对 就是觉得好像很好听 但是又听不太懂 对 所以是带着一种好奇心 想要更懂他的好奇心 其实是后来就有机缘巧合认识的爵士音乐家 就是变成好朋友 然后就会觉得说 好酷 就是真的 真的爵士人 真的存在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很困难的音乐 不是啊 就是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到 还是比较我们古典圈的朋友 是是是是 那难得接触到爵士圈的朋友 就是觉得 就很好奇 就很好奇他们的世界 输出这样的音乐 对对对对 就觉得很酷 然后实际上去听了他们的演奏 你会知道说 台上是我认识的人 你就会比较有参与感 那听的过程中就会觉得说 诶好像 我也可以来试试看哦 对好像是说 你会被他那个现场的演奏的魅力啊 觉得就是真的很棒 很有感染力 对 然后又是台下那样子 但是台上 哈哈哈 什么东西 你想要酷什么东西 不是啦 就是就是 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音乐家 对 不管是哪一个乐种 古典也好 绝世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演奏的那个当下 就是真的很迷人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音乐 我很想要认识它 嗯 就是我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对 然后就刚好就是跟刚刚提说 提议要 提议要做专辑的这个想法 是差不多的时间点 我就想说 所以其实他们本来是两条不一样的线 对不对 不一样啊 然后你就突然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可以交绘一下 对 因为刚好我认识的那些爵士朋友们 他们都有出专辑的经验 我就稍微问一下 然后 是不是有一个是你的以前的好朋友 算是战友 有一起演奏过吗 你是说鼓手和子余吗 那个是我们 对啊 子余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那个爵士鼓手 对 那他 我在很久以前 就是九年前 就是我自己在办音乐会的时候 有演到一个就是爵士的编制的 算是 CALL THE BALLING 对 BALLING 对他是古典爵士融合的一个乐曲 不他组都是古典 对 但是还是蛮古典的 还是蛮古典的 但是就刚好透过大家 有跟他合作 有介绍 有介绍到他 然后就 但是蛮可惜 就是那个时候合作完 我并没有就是真的 继续 再继续再进更多的爵士乐 对 但是因为这次的专辑的合作 又可以把它 找回来 然后 然后持续的也在关注他的演出 我觉得真的很棒 对 那总之我就是 请教他们这些 制作专辑的 制作专辑的一些 know how 对 细节啊 跟一些怎么这样 怎样去上轨道 这样子 是是是是 那他们就直接提议说 嗯啊你喜欢解释乐 那你要不要 古典融合爵士 是 其实好像是一个 蛮可以做出特色的 是是是 因为古典融合爵士 并不是一个很新银的观点 很多人都来做 但是因为爵士乐是一个 自由度很高的 的一个乐种 乐种 就是说 同样都是改编这个曲子 但是它可以呈现出来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跟完全不一样的配置 所以就是你比较可以真的做出自己独有的个人特色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 可以结合我的专业 但是又有一点 就是给自己一点挑战 嗯 就是那种想法 我觉得好像可以哦 那我就是真的就是 朝这个方向做 懂 那整张专辑做下来 你觉得你最引以为要的什么 毕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不对 哦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其实我这个专辑出版发行之后 我真的也是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成品是我觉得我会满意的 我会满意 我会自己愿意 就是开车的时候放进去听 对 这个这样子讲很奇怪 但是像是我以前录音的经验 都是为了可能要比赛啊 对 海选啊 或者是申请学校啊 是是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个就是很紧张的 很紧张的东西 对就是有一点就是真的是也比较严肃 那古典音乐就是一个 呃 你在怎么没在怎么完美都还是可以挑错 对 因为毕竟古典音乐都是已经写好的 写好的一个经典 写好的一个经典 所以 也太多人演奏过了 对 所以你再怎么样都还是可以再更好 对 对 就是听到某一个经典的演奏家演奏过 对 啊我不够好 对 所以通常就是听一次就觉得好 好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对 那也不是说爵士乐就不是这样子的音乐 对 但是它毕竟是 嗯怎么说 就是你可以比较 自由去挑配你想要的 自由去挑配就是弹性 弹性的空间非常的大 然后 就会觉得说 哦 我知道那感觉就是很像是 你今天演奏出来的东西 因为就是你的版本啊 所以你也找不到其他东西去比较 对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听起来很轻松 因为它就是你的东西 对 对 就觉得非常有趣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 我最引以为要的一件事情 对 这个就要讲 就是我其实 我并 我并不是要讲说 我这一片吹得多好 大家赶快来听 而是 不过是真的很好听啊 谢谢 谢谢 但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看我合作的对象 他们都 他们都好棒 就是 这真的很厉害哦 就是真的是非常有荣幸 对 因为像是爵士的部分 我请到的这些老师们 钢琴是曾正义老师 对 德国金曲奖 德国金曲奖 对 然后贝斯是邓景俊崇老师 他也是帮我把这个古典乐曲 改编称爵士风格的老师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在台湾爵士圈 非常的 嗯 非常长期的耕耳 对 非常的厉害 嗯 然后当然刚刚提到的鼓手 方志余老师也是 哇 他很厉害啊 爵士古界的就是 以前是常说他赤架公园的 他非常厉害 实力非常的顶尖 这样子 嗯 那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就是他们 所以我这个爵士小白 哈哈哈 就是纯粹就是爵士爱好者 但是 对于他实际上要去演奏的这个部分 还没有很多经验的时候 嗯 还可以跟他们这样子有 有很棒合作啊 对啊 然后我觉得真的在录音的当下 会有很多火花 嗯 然后会真的给你在音乐上的灵感 嗯 会带你突破就是 诶你习惯 古典音乐的那个逻辑思维 对 会蛮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这片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古典的元素 嗯 就是我跟肃琴家廖祖恒 嗯 我们有改编一些 场底跟钢琴的小品 都是法国的作曲家 那都是非常 呃 好听啊 然后 但是又不是那么长配拿出来演奏的 对 的曲子 非常好听 我很想要推广 但是这一次我又把它改编成肃琴的版本 对 那听起来 因为肃琴就是一直很想要 就是很梦幻的那场景 对啊 跟肃琴就是新女族 我觉得他们是超搭族的 超级搭 然后那个出来的 就是改编后之后的声响 也会让你觉得说 哇 很很很 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很喜欢 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说 诶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都可以放到同一张专辑 变成是厉害的音乐家 一起合作出来的作品 的感觉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想要 就是很厉害的合作对象 就是这一次的录音师 佐星 他也是FF Studio 的录音师 那他是 也是刘发的朋友 对 但是是回台湾之后 才跟他比较有熟悉 OKOK 对那 像我之前提到说 哦 要录比赛的录音 也是都 都是跟他合作 都是跟他合作 然后这一次说 要做这个专辑 但是他其实是蛮有难度的 因为他是爵士的编制 爵士四重奏 的下一首就是 长笛肃琴二重奏 是 然后他整个是交错编排的 就是那个听觉上 对 听觉上 不容易耶 对对对 但你在录音的阶段 跟后制的混音啊 对 跟你整个调配的那个 声响的比例 是真的有一点难度 对 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很顺 对就是很顺 他是花 煞费苦心 真的哦 果然是有煞费苦心耶 对 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觉得 真的非常荣幸 我合作的对象都是 都是很厉害 夜界 夜界顶尖 拜托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心态也很强耶 就是你 就是你都知道他们是夜界顶尖 可是你还可以就是 哈哈 因为我觉得就是 真的 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 然后你跟真的厉害的音乐家合作 其实他会带着你跟你一起进步 嗯 因为你会听到 你会听到 不一样的声音 对 然后你会想要去回应他 对对对 然后你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 互动的过程中 你就会 渐渐的就是去 去 把你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挖出来 对 然后就是 然后真的把那个声音留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其实还蛮感动 就说 我不知道我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做完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 怎么这么酷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就觉得很开心 嗯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 毕竟爵士 这个东西就是 这么的有可能性嘛 嗯 所以你在录音的当下 应该就是 因为其他音乐家也都有很多的集星嘛 嗯 那怎么样决定就是 我就要这个tag 就是这个tag 就是会留在我端辑里 我觉得 这边就是 这应该蛮难的吧 这个时候 真的是蛮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像是 爵士音乐 它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集星嘛 嗯 那集星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古典音乐家来说 完全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逻辑思维 对 因为我们会习惯说 有固定的乐谱 然后它甚至是会有固定的风格 跟音色 你要去 你要去朝那个目标 把它呈现出来 对 但是爵士音乐就是 就是它有一个 呃就是 就是你在那个当下 嗯 就是要把 把你 那个当下想到的声音 就是把它表达出来 对 变成是你有一点 现场创作的那种感觉 对 你就一定要在当下 对 所以呃这个部分 真的不是我不熟悉的 但是事实上 它也对我 在反而是在古典音乐的表达上面 嗯 带来就是更多的 就是进步嘛 我觉得是进步 没错 嗯 因为呃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 古典音乐它就是一个 嗯 会有一个 闺念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它有一个 你需要去 完成的一个想象 对 就是说我们对于它这个曲子 应该有的样子 它就是已经有一个 它已经出了 一个标准在那边 它已经画面很明白了 就是要你达成那个目标 对 所以你在 在演奏它的过程中 你就会 不免的去 嗯 担心说 诶我刚刚是不是吹错音呢 是 或是我等一下那个很难的 我会不会吹错音呢 是 或者是说我那个音色会不会不到位 还是这样 就是很多的有的没的 对 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 嗯 你很明确你要去实现它 对 然后你可能就会 没有在那个当 你现在正在做的东西 你就不在那个当下 嗯 你可能就是会担心未来啊 或者是后悔过去啊 哎 不在 这太难了 这是一个挑战 这完全是一个就是 比较容易去让你分心 那但是爵士音乐 因为刚刚讲到极心 它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你再怎么样 你就是一定要在当下 你才有东西丢出来 嗯 然后去跟跟现场的音乐家一起互动 嗯 然后就会有火花 对 所以我觉得 呃 其实不管 呃 古典音乐或者是角色音乐 或者是任何音乐 嗯 它其实最自然流动的状态 都是你的人在那个当下 嗯 跟那个音乐在一起 嗯 的时候 它就会 它就会 它就会自己 它就会变完整 对 它就会完整 然后它就会自己带领你这样子 你们当下有就是每一首曲子有录很多tag吗 或者说你们就设定好就几个 呃 其实因为合作的对象都非常的专业 对 所以我们差不多就是每一次都顺顺过 然后 每一次的onetag 但是你就 因为每一次的极心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就是选择说 哦我比较喜欢这个 那你就用这一段 这样子 对 在专辑里面有极心吗 还是 呃 我的极心是 因为毕竟我 还没有受过非常专业 就非常长期的训练 在极心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我还是有些把它设计好 嗯 大概想要怎么样 对对对 我没有办法真的就是现场創作 但是部分有对不对 部分有 你是先把概念想法先 我部分有的部分是说 呃 那个韵律的感觉 哦 对 跟我想要呈现音色 在这个部分我 我会比较有弹性的去 去依照当下的感觉 嗯 做调整 嗯 但是呃 极心的 要吹什么音 那部分可能就是要先设计好 哦 因为毕竟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但是因为 因为了这次合作 嗯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迷人的东西 对 因为它就是当下发生啊 对 它就很浪漫 嗯 所以我会希望说 把这个部分再学得更好一点 嗯 然后 对 因为你有更多的语会可以去使用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对话跟交流 对 对 就一个有趣 那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的曲目 它有古典也有绝世 对不对 嗯 那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我们通常都会说 这样的专辑是跨界 你会觉得它是跨界吗 我觉得我不敢说自己跨界 因为对我来说跨界就是 你要两个界 两个世界 都站得很稳 对不对 你都站得很稳 那但是因为 呃 爵士这个部分 我是从一个爱好者到 对 转变到说 欸渐渐的真的去学习 自己下去做 那我 因为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所以我不敢说 我自己真的就是有跨过去 但是我会说 这个 这片专辑呢 它是跟爵士音乐有合作 它加入了爵士的元素 对 以古典为基地 可以加爵士 对 因为事实上 呃这些爵士的乐曲 它也不是爵士标准曲啊 就是说 它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全新的改编 可以这么说 对 而且是基于就是古典音乐 它也不是 也不是我的创作 也不是谁的创作 它就是 本来就有一个古典的基调 那是跟我比较有连结的 对 所以我会说 它是 它是一个合作 它是一个融合 但是跨界也不敢啊 就是 对 对 这个 它就还是在一个古典的基地上 这样子 对 了解 那制作这张专辑 里面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或是说你需要克服的地方 需要克服的地方 因为它要改编嘛 对不对 其实古典要改编成爵士 现在过程是什么 然后你们克服了什么东西 哦 其实古典改编爵士 这个部分 不是我改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藤井俊宗老师 我委托他就是说 可不可以帮我把它用成是爵士的四重奏的编制 然后 后来有跟他访问一下 就是说你在这个改编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啊 或者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对 他说其实 他在改编乐曲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去注重原曲的风格 跟原曲想要呈现的感觉 对 因为像是爵士音乐 我觉得他们的 比较 比较着重的点 应该是说 他们其实比较快重 对比较 对比较是和声行进的时候 就是突的的葬礼 和声之间的葬礼 但是我觉得古典音乐它还是比较 因为我选的乐曲是比较旋律性的 所以它是比较于 比较着重于线条性的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 邓琳俊宗老师 他在改编的时候 就有保留原本的 就是线条性的感觉 然后不要有太多和声上面 让你觉得很切断 但是他非常巧妙的 还是有让他整个角色的感觉 对 角色的色彩是让你很 是真的很明显 就是知道这个就是一个 再加上觉得是元素的东西 对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态度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 你不能因为今天是改变 所以我完全是改头换面 变成是好 我的声音就是长这样 因为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而是说 你先基于对这个事物的了解 然后你去消化 你去理解了之后 再把它重新呈现出来 对 这个精神蛮值得学习的 对 没错 对 我觉得即便是放回 放回古典的这个部分 也会觉得这样的精神是好 就是表示说 我们如果今天想要表达其他乐种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要带着这样的精神 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像是我们长笛不是很爱吹小提琴曲子 对耶 其实我专辑里面很多古典的曲子 跟竖琴的合作也是 也蛮多是小提琴的 对 所以当然你在诠释的时候 不能单看它旋律长这样 你就用长笛去催它 而是说 它本来呈现出来的 音色的质感啊 或者是说 真的不一样 小提琴的那个 对 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也不是这样 你要用长笛去模仿小提琴 这个我也不推荐 不建议 因为根本没办法啊 你根本没办法 你小提琴的那个高音的那个泛音 长笛就有人做出来 不行啊 对啊 但是你可以基于对它缘曲的尊重 然后就是去把它整个再整合的 嗯 就是看这个东西跟你什么灵感 也许可以换一种推法 或者是换个音域 或者是什么的 等等的 对 OKOKOK 那像譬如说 邓检俊聪老师 他在改编那些曲子的时候 你有参与吗 譬如说 他可能会先给你一个雏形啊 然后你觉得说 诶其实我真的有一些想法啊 你有给他这样子的一个feedback吗 没有啊 就完全尊重老师的那个 我就 我就问他说 现在变成怎么样了 他就说 差不多啦你要来听吧 然后我就去听 听demo 你就觉得很棒 我就觉得很棒啊 根本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就觉得很棒啊 很棒啊 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是 我觉得 嗯 这个是我对他很信任啊 就是说我觉得 听过他写的作品 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在 就是在做音乐的途中 他有他的坚持跟他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蛮可以交给 交给专业的 因为他就是在角色的领域 就是很厉害 表示你们完全有接到线 就是那个沟通是完全很顺畅的 对 酷吧 欢迎大家去听这张专辑 我觉得真的是整合得很好 对啊 因为你要在一张专辑里面去放 有角色元素 有完全古典的曲子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包含在声响上的处理啊 曲目顺序的安排上 你应该也是做了蛮多的琢磨吧 有有有 我会设想说 如果我是听众的话 我这样子乐曲连接的听下来 我觉得 我会觉得他会很跳透吗 还是说他好像有点蛮顺理成章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编排曲目顺序的时候 我也有 嗯 譬如说从他的不同曲子的调性 哦 调性有考量进去 对 有有有就是他的 呃 觉得世界古典 好像有一点跳通 但是他因为是 同样的调性 同样的调性 所以你会觉得说 好像有在同一个线上 这样的感觉 然后 或者是说他这个乐曲的感觉 跟他的风格 有没有可以有好的连接 嗯 对 欢迎大家去找这张专辑里来听 好 好 那前面聊了那么多 嗯 就想要来问问 就是佳玟在演奏当下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 你有没有那个最想要给 或者说你目前最想要给观众什么东西 你最在意的是 呈现什么东西给他们 嗯 嗯 我觉得这一题可以借用就是 嗯 嗯 就是一位爵士沙克斯风演奏家 叫做谢明燕 他 哦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奏者 非常厉害的偶像 好不好 对 但是就是最近在那个两厅院就是夏日音乐节 对 他们有做一个展览 那也有做一些采访的影片 我在那边看到了 嗯 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呃就是你会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时代就轮到你的时候 你会需要做一些事情就会有一个使命感 有点想要 对 就是 对 原来他是这样子做音乐的 对 就是一个使命感 就是会觉得说 诶你今天有有有有舞台 有神亮可以做事情的时候 对 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做 对 那其实他的核心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你就是把你觉得 让你曾经受到感动的东西 嗯 你想要把这份感动延续下去的话 嗯 你就是尽量的 你就是尽量的把 把你的东西做到当初让你感动的那个高度 然后 你才可以再把它更好的推出去这样子 就是这这份感动它才会再延续下去 所以 所以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是持续的要 要感动自己啊 嗯 然后而且不要把这份感动就是关起来 就是你要把它 把它放出去 分享出去那种感觉 哦 因为轮到你的你就是要做那种感觉 嗯 那 那感动这个东西很很抽象 你会你会怎么做啊 就是说 你要怎么 确定这个感动有传达给观众 你会在 对演出的过程做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 我有几次的经验是真的你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你会在那个当下 就是你真的很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你很在那个音乐里面 然后你就会 你的情绪是会随着那个音乐的起伏 跟你耳边听到的声音是非常有连结 然后这个时候当然你没空看台下 但是你会知道那个台下的气氛 他们是非常的跟你在一起 嗯 因为 对 当你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你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 嗯 大家都会被你吸引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下是非常美的 因为 所有人 因为其实听音乐这件事情它很私密 对 那私密的意思是说 你听到一个很细腻的音乐 然后你听了觉得很感动 你听了觉得很有想法 嗯 可能勾起你不同的回忆 嗯 或是不同的情绪 嗯 那那是真的是你个人独有的 对 的情绪 因为你不可能别人会跟你有一样的记忆 跟你一样的经验 嗯 所以每个人虽然听到的是一样的 当场的那个声响 那个音乐旋律 嗯 但是他唤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听音乐是一件 就是很个人的事情 嗯 但是他又很很可以就是怎么说 就是连接到你内心的深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比较快节奏的时代 是 那你如果想要获得这样的感动的时候 是真的你需要 静下心 你需要有一个空间 对 把自己的就是内心有一个空间出来 对 才装得进去这些音乐啊 是是是 对才可以唤起你的一些感受啊 嗯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 当然啊就是多多推广啊 多多的 嗯 去把这份就是很棒的这个状态 当然就是你在演出的当下 尽量就是可以都在这个状态 是最好 就是 就是把自己先整理好 对 把自己整理好 跟你的内心有连结 然后你在这个音乐里 真的你自己也会感动 也会喜欢 也会觉得这个好棒哦 真的有感觉 嗯 然后你才会有机会就是 把这个东西感染到 感染到你的观众 因为这个都很明显 这是听得出来的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像是我刚刚提到说 嗯 就是我一开始听爵士乐 对 听不太懂 那我都已经是 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人 嗯 那算是鼓点音乐 那我就想说 奇怪我怎么会爵士乐听不懂呢 那去喂 哈哈哈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你已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你还是需要一些引路者 是啊 带领你去探索 不同的音乐的魅力 好 那美好之处 那是不是 我们常常在讲说 哎呦 古典音乐好难推啊 好 就是会觉得说 有些人他没有 平常没有习惯在听鼓点音乐 是 会觉得很有距离感 对 没有一个人给他引到 去欣赏到 对 去欣赏到这个音乐的 就是 会真的会让你感动的那个点 嗯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 嗯 比如说像 像是我做这个专辑 嗯 意外的我得到一些反馈 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爵士乐的部分 是改编 古典音乐的旋律 对 所以反而是有一些 古典音乐的朋友 他就平常没 平常也是听不太懂爵士 他就跟我说 他听懂了 对 他就说 改编古典旋律 因为我很熟 所以我好像中间那个吉星 我有点知道 你在干嘛 是 有点搞的 为什么吉星跟前面的旋律连结 是什么 他听懂了 对 对 因为他有连结 我会觉得 真的吗 所以他就是开始就觉得爵士乐 好像有听得懂 好像也是 就更愿意 没有那么有距离 我想说 那是不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连结 就是那个桥梁你要把它建出来 然后去找到那个关键要连结桥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没错 那我觉得连结的话 当然音乐是很个人感受的事情 但有时候可能还是要透过语言 因为语言是我们跟台上跟台下就是共同的 有连结的事物 那当然也不是鼓励大家说好我们音乐会一定都要讲话 还是怎样 因为有时候你在不同的场馆 比较严肃的场合 你可能就是 还是要专注在音乐本身 但是除了 除了你在音乐上面真的很投入 然后想办法去感染你的观众之外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多多的 多多的介绍 试着跟观众互动 多一点的互动 一点点的也好 对 因为其实我观察到大家听过的音乐会觉得 会觉得有距离感 是因为好像台上的人穿的那漂亮 然后拿那么贵的乐器 他就跟我不同世界的人 所以在这个先入为主的那个 这个情况下 就会觉得说 那他的东西 他出来的音乐我一定也听不太懂吧 因为好像就是很高贵 或者是好像没有切入点去真的跟这个人有 有连结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连结 就如果他今天突然就放下乐器 然后就开始跟你 开始跟你聊天 对开始跟你聊天 然后讲一些你听得懂的话 你就会觉得 他跟我一样是 是 是人 不是 我觉得这讲起来很好笑 可是真的会这样 就是说我们开始 我觉得这很像就是 所谓的见面三分情 就是你开始见面 然后跟这个人讲话 他就跟你 每天在网路上看到的那个人 或是在台上看到的人 就不一样 他就瞬间变成立体了 对 然后你就会对他更有兴趣 觉得说 其实他在做的事情 我好像可以略懂 对 就没有那么有距离感 对 然后透过他跟你讲一样的语言 然后去介绍说 其实这个很好听哦 听听看 你可以听哪一句 对对对对 你可以去他就是帮你引导说 其实我们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 他的特色是什么 你可以怎么去欣赏他 然后也许跟我们的生活经验都有关 因为其实这些作曲家也都是人 那他一定 讲一下背景 对 那就会更有更有共鸣吧 就知道说 这个音乐不只是一个旋律 就这样过去的 而是说他的背后 其实有一些你可能也会 曾经经历过的感觉的心情 或者是说 可能就是描写大自然 你可能去哪里玩 那个跟作曲家 当时候看到的景色不太一样 但是你也会被那个大自然的美景感动啊 他是其实就是把他画作音乐啊 的这种情境 其实大家都是 感受都是可以是相同的 只是缺乏一个音道 所以我觉得 对啊 我会想要朝这个方向 给大家更多的 觉得说古典乐 他没有那么有距离吧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佳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想要认识他呢 他没有粉专 你们就去听他的专辑 好吗 他的一切都放在他的专辑里了 你可以借由专辑去认识 佳文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不要忘记分享 订阅 拜拜 没有小铃铛 开启有铃铛 好 我知道 不用开启小铃铛 但是要记得帮影片按赞 好 好 结束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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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